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新冠婴儿潮 全球第一 估计疫情中将诞生两千万个新生儿 总计全球新冠宝宝高达一米六千万个 只是同在疫情下生育率两样勤 新加坡当局还得寄出补贴来催生 南韩天团BTS红道带动IPO市场 所属娱乐公司BIG HAT股票上市 散务超额认购607倍 始终粉丝就算借钱都要买 把股票当成周边产品来收藏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Focus360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 全美已经有超过两千万人提前投票 尤其投票人数渴望创下新高 选情快速升温增添更多变数 超过千万张总统大选选票已经投出 川普非连任不可的心情可以想象 这里面或许还蕴藏了 不想放弃白宫企业的赚投 富比士爆料 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从2017到2019年底 三年赚进了美金19亿 其中不少是纳税人的钱 尽管他的儿子艾瑞克上节目澄清说 川普公司一直在亏钱 但是因为他拿不出确切的数字 细数总统光环的加持 川普集团在他这一任 真的是赚好又赚满 靠着庞大的川市王国 坐上白宫宝座 资产比起过去历届总统的财产 加起来还要多 坐进椭圆形办公室之后 毫不意外的 川普的资产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从2017年到2018年到2019年 如果加上所有川普的资产 那会加到1.9亿亿 美国媒体就讽刺川普其实任内都在忙着打理白宫公司 尽管当选总统之后为了利益回避交出经营权 但川普并没有选择效法历届总统 采用独立机构信托 川普虽然对资产没有决定权 但仍然知道自己的资产运作和生意的精灵状况 包括高尔布球场饭店也都是挂着川普的招牌 就算没有亲自运筹为握 白花花的银子依旧倾听而讲 看在川普的面子上 各国多少都要买账 尤其要取得执政者好感的政治说客 毫无疑问的 都将川普饭店当成住宿的唯一审则 连白宫官员甚至是人在海外的外交人员 也都忙着当川普企业的销售员 几年下来川普的高尔布球场 还有饭店都让他合房买卖 除此之外包括共和党甚至国防部等等也都有租用川普大楼当做办公空间 这些费用同样进了川普的口袋 尽管从上任以来川普设计利益回避的官司不断 但是因为提不出对民众利益造成所害的确切实证 也因此都败宿收场 现在大选造势上议的选举经费也照样有一部分送进川普的账户 其中大部分是选举活动当中 租用川普大楼或是饭店 甚至是支付给川普企业的顾问的三万的费用 但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合乎规定的 除非能证明川普企业对竞选活动单位收取高出业界行情的价格 也因此很难证明违法 川普家族还变本加利利用川普基金会的慈善款项拿来做私人用途 面对美国媒体的执承力力加上爆料川普的逃税遗云 川普的小儿子艾瑞克忙着上节目喊怨 强调媒体都在制造假新闻 其实一家人根本没有因此赚到钱 只是对于川普企业的债务以及税务等相关细节 艾瑞克依旧是顾左右而言他 事实不愿公布相关数字诚心 更加深外界对川普的信任 这场上一身加富翁入主白宫的观察实验里面 被蒙在鼓里的纳税人 尽管手中握有最重要的投票权 但始终是最大的出家 红一我觉得观众朋友或许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印象 像以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三周之前 会说已经有两千万人已经投票了吗 的确美国现在已经有两千万多万人投票了 今年因为爱恨川普太过两级 被换掉他的人非常的多 因此现在很多人发起了vote运动权力来催投票 对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川普下来的 或者是说铁粉一定要他继续当总统人 都会先赶快的把这个票投了心里比较安 今年在11月3号星期二投票 美国总统大选日照样要上班 所以到18号有28周都已经提前投票了 对 我们刚刚看到了除了这个邮寄投票之外 今年的选民还可以亲自去投 那么最早的周甚至可以提前一个半月去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 那事实上这张地图八个红色的地带 这八个周九月中旬就已经开放投票了 好 大部分的周是从这个月开始 陆续开放提早投票 我们地图上标示黄色的 你看到有34个州 通通是在10月份就开始可以投票 对 这34个州当中选举人票比较多的 上面是包括了有加州 是 有55张 这是大州了 对 还有另外在这个德州 还有这个滨州 他们这是几个选举人票是比较多的 那么其他的八个州 没有提早亲自投票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像奥勒冈州 奥勒冈州非常特别 我也是这次才学到的 他是采取全面邮寄投票 根本就不设任何的投票所 今年川败大战在中国政策上交锋非常激烈 他们在选民心中唯一重叠的印象就是 一个74岁 一个77岁 不管谁当选都会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总统 美国参众两院也大部分都是70岁以上的银法族哦 所以在美国政治圈待得越久 募款竞选的能力越强 捐钱的金主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年纪 中老年的选民也倾向投给年纪相近的人 才会出现政坛老人美国当道的现象 74岁的川普对上77岁的拜登 2020美国总统大选堪称一场老白男大战 无论谁选赢都将成为美国史上最老总统 年龄成了口水战任的话题 川普仗着自己小三岁 频频在对手年纪上做文章 拜登多次公开失态 更让失智传言不进而走 美国独立宣言也记不得还算小case 老婆和妹妹也傻傻分不清楚 但川普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先前多次被拍到行为古怪 下坡走路小心又缓慢 喝个水必须用双手扶着杯子 一度被质疑罹患小中风 何况要比口误失言 川普说第二没人敢成第一 长者有长者的智慧和精力 但体力脑力跟着衰退也是事实 像是三度挑战白宫宝座的拜登 外界普遍看虽没有下一任 能否做完四年恐怕都有问题 副首贺锦丽日前在辩论会上被问到 接班可能性 只能识问虚答 尴尬审并 和其他元首比一比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67岁 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同龄 英国首相强生56岁 正直壮年 加拿大和法国领导人更年轻 分别只有48岁和42岁 反观美国老到国会议员平均年龄 快要创新高 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两党领袖 统统七老八十 原因之一就是老人喜欢投给老人 两年前这支超讽刺的催票广告 忠实呈现出年长者是最积极参政的族群 选出来的人自然不会年轻到哪儿去 美国民族群长得很快 而那些在前面的育养群库 一群我叫《近老子》 都移动得很厉害 在政治的族群 也认为你不得了 选择那些美国人的选择 例如,62%的民主党 认识与茶参议 说他们一直在选择 比较45%的非-茶参议 今年大選9月中開跑的提前投票 超長隊伍當中就不乏許多 英法族面孔 騎得再早 病得再重 都要投下神聖名票 而對於一般選民來說 候選人老一點 其實無所謂 民調顯示八成以上 美國選民注重候選人的性別 百分之六十八會看性向 五成上下認為 候選人的企業家或穆斯林身份 會左右投票意向 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會在乎投票對象 是不是老扣扣 重點是有錢才有權 下廣告辦活動什麼都要錢 金竹夠不夠力往往是選戰的只勝關鍵 這些上流人士也是老人居多 候選人越年長 通常人脈越廣 一旦越雄厚 像彭博 史提爾 川普等億萬富豪 甚至能自逃腰包出來選 但話說回來 年紀大就代表不適任嗎 美國歷史說那可不見得 老人當家正反利弊 各有解讀 美國民眾判的 想必還是回歸民主本職 落實學習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 從今天算起 再過16天 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全國投票了 美選的情況非常緊張 大家都不知道白宮寶座 鹿死誰手 我們立刻進行 美選的最及時分析 在畫面上 您看到的包括 大家過去非常熟悉 曾經是我們TVBS 駐美國特派 目前是德州職業律師 包傑生 Jason歡迎你來 謝謝 好 另外呢 我們也邀請到的 也是 陳昂在360替大家分析 美國情勢的共和黨 海外黨部 亞太區的前主席 方恩格 方主席 歡迎你來 大家好 好 我想首先要請教 方主席的是 這個川普拼連任 他原來非常想 主打經濟牌 但是今年當然是因為 疫情都抵消失靈了 這個星期 中國公布了一個 貿易數據 實在是比美國好多了 我們全畫面看一下 中國Q3的 進出口貿易總額 年贈有7.5% 它的進出口 双双創了新高 我們反觀 美國今年8月的 貿易逆差 擴大到671億美金 是創了14年來 最慘的記錄 所以我想先請教主席 對於中國貿易逆差 創了新高 我們比較難理解 難道美國從2019到今年 一直增加 這個關稅壁壘 阻擋中國貿易商 出口到美國市場 一點作用都沒有嗎 還是說 因為美國 對中國輸出的 大宗物資 像是黃豆 也被中國掐喉了 導致美國的損失 單比單次就非常巨大 所以還是有逆差 這麼大 其實我們都知道 因為今年疫情的這個情況 所以很多美國的工廠 很多人事業生 各式各樣的 因為疫情的情況 經濟成長率有衰退 美國很多出口商也沒辦法 把東西出口到全球 包含中國去 1月份就是疫情 還沒開始前 有前這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 但是不久之後 疫情就發生 美國很多廠商 農產品或其他的產品 是沒辦法去參加 展覽之類的 沒有辦法跟 他們的中方的買家有接觸 所以今天的這個貿易 逆差就這麼大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覺得不一定是對 川普的選情不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向選民強調 其實這件事情是 前任總統累積下來的問題 包含歐巴馬跟拜登執政 八年時期 所以他會向選民說 你要再次投給我 我才能把這個情況改善 你再次投給拜登的話 這個情況會更糟糕 那我們今天開場就說 全美國竟然已經有 千萬選民投完票了 這人數非常多 因為這個星期 我們focus有一個預估 是說全美大概這次投票的 會去投票的人 是1億5000多萬選民 那有提前投票 郵寄投票 美國時間11月3號正式投票 我們就可以了解 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制複雜 我們現在透過Jason 跟方恩格主席的選票 來了解他們分別 從德克薩斯州 紐約州州政府發出的選票 我們來看這次美選 有多複雜 Jason 其實剛好我今天去投票了 所以我可以 從第一手的這個情願來解釋 就是今年我們德州 尤其是我居住地達拉斯 我們的投票機換新了 而且是非常好玩的 那麼這次我們去了 它是一個平面的 然後呢 就是你畫面上所看到的 你要先報到 再簽個名 簽個名之後 他會給你一張票 那麼這個票呢 你要拿去給一個學務人員 那他就帶你去一個投票機 那這個投票機有趣的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上 這個很長的一條 那就是選票 你把它放在這個機器裡面去了 然後他投票所 給你一個就是這種筆 你用這種筆直接去點 就開始去點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他用手點 但事實上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給我們這個筆來點 那麼另外你到的時候也是要報到 你要給他看到你是登記證 你才有資格去投票 那麼這些東西都準備齊全的 就可以進去投票 那我覺得有趣的是 我今天排隊的時候 我有看到有個民眾進來 沒有戴口罩 那麼馬上被學務人員去制止 然後送他一個免費的口罩 所以可以說 你今天如果在德州去投票的話 有很多的紀念品可以帶回家 有這個小筆 那麼甚至你如果沒有戴口罩 也有口罩給你 那事實上這個投票的過程 我想是非常的直接 其實並不複雜 剛好今年這個在選票上 這個議題並不多 當然除了總統之外 也有參議員啊 什麼國會議員啊 還有一些地方政府性質的一些選擇 但是我想總而言之 應該是蠻順的 我知道我們在新聞上看到了 有很多地區有人說排隊了好幾個小時啊 但是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第一天第二天的關係 可能很多人因為很熱情呢 迫不及待的想下去了投票 所以第一天第二天人比較多 像我今天去了 我排隊大概只有十分鐘而已 就是這樣子 好 不過現在就是 vote這件事情好像真的被催出了 這個選民投票 像我有follow一些在美國公眾人物的臉書 就他們就這 就這個禮拜就紛紛都給我們看那個照片 就是別的一個vote的別針啊 我想 或者是拿給你的小貼紙啊 那主席呢 主席是您是海外部在即投票 您是不是也已經投了呢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紐約州的票檔 其實雖然看起來有一點複雜 但是實際上沒有特別複雜 為什麼呢 那是特別因為我今年的那個選區 我們要選的位置其實是不多了 就一個例子 紐約州今年我們不選參議員 因為他們今天不是他們要選的那一年 這還是很複雜耶 看起來是很複雜 對 但是這是選過的地方 所以要選總統 還有一些地方的法官 因為美國很多州是法官也要選舉 產生法官 中議員 聯邦眾議員也要選 還有一些地方 其他的政府機關的位置都要選 然後政治人物候選人 他可以同時代表不同的政黨 我們美國有這個制度 所以譬如說 Joe Biden除了代表民主黨 也是代表一些working families 還有其他的左派的政黨 這樣子喔 對 川普是代表 在我的挑戰上 他是代表共和黨 另外也是代表保守黨 我們美國還是有一個保守黨 小黨 但是還是有 然後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候選人 通常他們會代表不同的政黨 然後如果你在票單上 有任何亂寫的地方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正義票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他們會說 有亂寫 這個我們不能計算這張票 另外一個政黨說 還是很清楚他是選哪一個人 我們一定要算進去 所以特別是今年 不管是哪一個搖擺州 很多這些票單 會被某一個政黨會說 有亂寫或寫的不清楚 這張票不能計算 另外一個政黨說 你是為了阻止他 比如說選拜登 你們共和黨的檢票人 為了阻止不想計算這張票 他們就會說 這個是正義票 所以一定會在 某一些搖擺州 一定會有打官司的情況 所以了解 今天目前討論到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 由於在選制上面 確實跟我們過去在認知美選上面 這次又多了很多知識 含金量 發現它的複雜度不低 那麼所以台北時間 11月4號這個開票 我想大家會高度關注 要多有耐心 我們的頻道會從中午12點 到凌晨0點為您一路現場實況 看您一起來看美選開票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方格主席 也謝謝Jason 我們下一次再會 接下來我們來focus澳門 比起香港過去動盪的一年 澳門的情況雖然好一些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還是不敢進賭場 疫情爆發之後 澳門也是撐得很辛苦 澳門的人口不到70萬 觀光客的降幅 今年達到了99.5% 可以說遊客全都跑光了 博弈收入因此大衰89% 澳門原本有望在今年超越卡達 成為全球收入最高的城市 現在只能夠大撒上百億澳門幣 把市場先轉向中國大陸 看不到太多旅行團 澳門的招牌景點 沒有疫情後報復性的旅遊熱絡 而是三三兩兩的散客 你看今年真的是很大分別 都是每人來 每人去澳門 以前都是在這邊進去的話 這是滿滿的人 現在就是空空的 雖然搶在9月底 開放中國大陸民眾前往澳門 但以往手性揭模兼擦腫的畫面不在 很難跟往年的大陸黃金周相比 大陸的旅遊業恢復了七八成 在澳門卻看不到這波疫情消費紅利 跟去年同期比較 遊客減少了86% 班店的預定率也不如預期 據了解 十一黃金周期間 澳門的酒店入住率恢復到大約3到4成 澳門政府也坦承 每天大約2萬遊客的人數並不理想 因為澳門我們現在 還是需要他們的核酸檢查的陰性 第二來講 現在內地的有關的簽署 就未恢復電子的有關的簽署 疫情讓澳門摔了個大跟斗 由於澳門博弈產業 就佔了大約5成的GDP 儘管肺炎導致賭場一度關閉 邊境也長時間沒有開放 使得上半年澳門的生產毛額 整整減少了58.2% 就連大集團也是天天在燒錢 商業並不太好 當然燃營率並不太好 我們已經燃營了約2萬元 澳門政府五月份就宣布 撥款高達1800億台幣 來振興經濟 8月起更有限度開放 珠海廣東的居民 以自由行的方式簽證入境 但九月份的博彩收入 比起去年還是減少了 九成 就算是黃金周的十月 預估也會減少大約七成 中三點 三回三 賭場的防疫措施嚴格 一台賭桌 最多只能讓三位賭客參與 也不能再旁觀戰 幾個月下來游客減少也影響賭場的金流 加上大陸打擊洗錢的新措施 傳出賭場限制現金兌換的消息 對不少遊客來說 這樣的氣氛有些太掃興 賭場旅客從一天十萬 減少到一天只有幾百人 對準備邁向新里程碑的澳門來說 是一大打擊 一起受損 其實 最多的貨幣 雷尼和雲園都由雲園 從雲園都由雲園 在2017年 雲園都由雲園增加53% 增加雲園 和雲園都由雲園增加71% 丟心澳門的經濟頓勢 一再惡化 相關單位積極拉抬旅遊產業 把光影節美食節都改到十月份 更在簽證申請增加幅度最高的北京 忙著推廣澳門旅遊 也期待11月份的四級方程式賽車 如期舉行 能再次推升澳門 在疫情後的冷靜度 接下來澳門還會舉辦營展 甚至11月的時候 還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大賽車 為了鼓勵跨境旅行 澳門政府還打算 把新冠肺炎的測試有效期 從7天擴增到14天 但顯然復蘇的腳步不夠快 只好再度祭出四級經濟措施 但我們沒有收入來說 我們未可能支撐到年底 所以我們做好心理準備 政府還會在儲備裡面 再要螺旋出來 支撐有關的經濟 我想都是200億左右 專家認為根本原因 還是澳門本地人口過少 一旦失去大量的觀光客 根本支撐不起經濟缺口 除了過度仰賴博弈產業 疫情還讓澳門 不得不正視 人口結構的缺陷 這場危機或許還是一個轉機 只要進行產業結構性的調整 吞色的澳門或許就能夠華麗轉身 TV的新聞總共報導 新冠病毒不但威力大 也很持久 原本研究說它在紙幣玻璃上 會殘留兩天到三天 塑膠和不鏽鋼表面六天 但是最新的研究居然發現 新冠病毒更強大了 設施20度 環境暗黑的情況下 新冠病毒在紙鈔 手機螢幕和不鏽鋼表面上 可以存活長達28天 一般流感病毒只能存活17天 歷史必然會記住2020年 我們不曉得衝擊到 明年的出生人口數 會不會創下新記錄 對 像新加坡的出生率 原本就低 但是他們原本就有折合 大概台幣20萬的一個獎勵金 鼓勵大家多生育 而今年更加碼要發 疫情新生兒的今天 好 菲律賓的防疫嚴格封鎖 說是因為這樣子 不容易取得避孕用品 所以明年那邊會誕生 21萬4千個新生兒 蠻多的 對 像菲律賓印度這些國家 因為疫情出現了 所謂的嬰兒潮 和新加坡他們的人生育稀少 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剛出生的寶寶寫真實在好可愛 但今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似乎不是懷孕好時機 許多夫妻做人計畫喊咖 尤其是新加坡 新加坡生育率1.14人 在全球排行倒數 新國政府原本就補助家庭1萬新幣 折合約台幣21.5萬 如今再加碼推出疫情新生兒津貼 鼓勵在疫情期間多多生育 鄰近的菲律賓 情況完全相反 菲律賓不少婦女傾向以出生方式避孕 有效期僅僅三個月 封神禁令下 達生育年齡的菲國婦女 將近半數 沒能及時補打避孕針 預估明年將額外增加21.4萬個嬰兒 菲律賓恐將出現 20年來最高出生率 非國政府擔憂 這波疫情嬰兒潮 會讓窮人更窮 養不起小孩 然而不止菲律賓 聯合國人口基金估計 疫情阻礙家庭計劃 將使全球700萬女性意外懷孕 印度更將登上人口爆炸冠軍 UNICEF說 印度會領導那些嬰兒 在世界上 9月以後 我們會看到 160萬萬的嬰兒 印度會領導那些嬰兒 20萬萬的嬰兒 不論是意外還是有計劃生育 在疫情期間懷孕生子的人比想像來得多 像是美國佛州這間醫院 過去三個月 急增四成懷孕婦女問診 人們在家中 有些人在住的地方 有些人在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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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些人在住宅 有些人在住宅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在住宅 有些人在住宅 傅強跟醫師預言 只要疫情沒有結束 這波嬰兒潮恐怕會持續下去 今年和明年出生的疫情寶寶 看來有新的菜市場名了 我有戲稱疫情寶寶們是 新冠世代 隔離青少年 回顧歷史 好幾次發生重大天災後 的確是生育高峰期 心理學家分析 當災難發生 人類會產生一種照料與結盟反應 聚在一起取暖減輕壓力 不過以美國來說 生育率高低和經濟表現 有極大關聯 美國的生育率 經常有經濟不積極 早期80年 早期90年 早期2000年 大大禍 美國近年來生育率逐年下降 年輕人忙著還清學代找工作 退時結婚和生育計劃 專家認為 短期來看 因為疫情提高的生育率 只是短期效應 從醫學角度來看 孕婦屬於罹患新冠肺炎的高危險群 免疫系統在孕期自然變弱 容易感染病毒細菌 萬一感染肺炎 孕婦肺部受損 將無法提供胎兒足夠氧氣 想在疫情期間懷孕生子 准媽媽們得更加小心防疫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紅色金線 國際金融化 工資 學習 樂園 作課 職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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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學習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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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都算了 你不要保利担 你再去吧 保利担比 Financial Plannerは あなたの資産であなたがわかる 取締役たちは あなたの報告書であなたがわかる あなたは自分をわか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一切万事自備 只差一個下定決心 要展開挑战的自己 就算疫情期間出不了門 改變的也只是運動方式 根據統計 全球健身創造的市場 高達8280億美元 因為病毒來襲 健身行業的版図 出現序列的變化 去年囊括967億美元 商機的健身房 不再肚臨風騷 運動業界的獨角獸 趁時而起 快樂騰是獲得疫情紅利的代表企業之一 被稱為健身界的Netflix 運動器材搭配會員式的串流影音課程 號稱把健身房搬到家裡 這車的車款 賣為眼光的2,200元 加上一月的訂閱 但這不是車款 或這幅4,000元的肚子 這是真正的興趣 其實是學習的 儘管器材加上每個月的會員費用並不便宜 但靠著教練的魅力吸引大批粉絲 創新的健身方式 让派乐腾在病毒来袭时 表现依旧亮眼 根据公布的财报数字 派乐腾的会员人数 已经达到310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113% 过去半年股价更上涨 超过280% 72% higher than last year at 607 million dollars The tailwind of COVID is undeniable It is a little bit awkward that we are profiting from this situation 转家认为派乐腾的成功 疫情忽然推波助澜 但这样的串流会员教学方式 其实已经是健身业界的新趋势 Helton just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the industry's heading towards with other sorts of at-home fitness devices packaged with streamable subscription content expected to pop up over the next 5 years 尤其受到影响最大的 实体健身房业者 也忙着转型 跟上这波数位互动的运动潮流 美国知名的高级飞轮健身中心 SoulCycle 也推出家庭版的飞轮运动套装组 尽管售价比派乐腾还要高 不少SoulCycle的粉丝 依旧愿意买单 因为有很多这些教育 我实际生活中也有提供 我认识他们 我已经有3至5年了 派乐腾不只是要面对实体飞轮 连锁业者的挑战 就连科技大厂也瞄准这一块市场 苹果就在9月份宣布 进军数位互动健身产业 推出Fitness Plus服务 结合旗下的手机 手表 电视还有音乐 有望靠着大量的果粉 以及价格战 强占没有买健身器材 而是透过手机平板订阅课程的 200万派乐腾会员 更使得派乐腾的股价 低度下挫 而派乐腾也推出 能结合Apple Watch的服务迎战 新兴的健身方式火热参喜 但上半年的运动服饰 却没有这么好的发展 就连龙头Nike也会头土脸 截身场所关闭运动赛事战题 Nike到5月为止的第四季财报 单季亏损7.9亿美元 甚至宣布两阶段裁员 但Nike越挫越勇 打出谁都无法阻止我们的口号 推出Play Inside的运动挑战 情感行销 拉台线上销售 网络零售大幅成长82% 在对手们都还在陷入销售谷底的时期 Nike已经逆势看着 Nike是一开始的 人们都能够解决 Nike都能够解决 Nike都能够解决 但是人们也会喜欢花费 Nike长期耕耘的健身训练App 在疫情期间更是小兵力大功 也带动了相关的营收 嘿嘿 这是Nike Master Trainer Batina Gozo 在专家眼里 疫情之下 健身业界的整体变化 并没有想象中剧烈 只是板块的移动 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 因此看好够疫情时代的运动产业发展 预估全球运动市场在2025年 渴望破1兆美元 尽管实体健身房的体验 还是难以被取代 不过当健身方式变得更不受时间 空间限制 业者的经营方式也需要跟着更多元化 才能持续破浪前行 GPB新闻综合报道 提到健身 很多人不管怎么少吃 就是拒绝不了泡面 全球吞泡面最多的 当然是中国人 在上半年的时候 康师傅销售额还成长了8% 净利大增58% 相当新台币破了百亿元 创下新高 而南韩新拉面的东家 前半年多卖了17% 日本的日清食品 三个月的泡面净利 也充到两倍以上 南韩财经界本周重大讯息 就是红遍全球的防弹少年团BTS 他们的东家Bighead公司 首度IPO公开发行股票 瞬间筹得了8.2亿美金 大约235亿台币 是南韩三年来最大的IPO 星期四正式挂牌上市 开盘立刻涨停 每股9千块台币 冲上了发行价的两倍 许多BTS的粉丝 也把购买股票 当作周边商品来收藏 而台湾的粉丝 现在也可以跨海 投资BTS的公司 南韩财经界震撼消息 天团防弹少年团 所属经济公司Bighead娱乐 首度IPO公开发行股票 15号正式挂牌上市 一开盘直奔涨停 股价直窜到发行价的两倍 Bighead Entertainment的公募价是13万5千元 最初价最高27万元 大家再一个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ighead 统得8.2亿美元 是南韩三年来最大IPO 公司市值冲上11兆韩元 超越其他三大南韩娱乐公司家总 BTS成员身价也水涨船高 The IPO will make Big Hit founder and CEO Pang Xie-hok an instant billionaire BTS 7 members aged between 24 and 28 are set to become multi-millionaires too Big Hit執行長方石賀 是公司第一大股東 持股43% 股票價值1.67億韓元 IPO之後 一舉進入南韓持股富豪榜 排名第六 方石賀今年8月 大方贈股給BTS 7名成員 平均每人分得6萬8千股 以15號盤中股價計算 每人持股價值超過2000萬美元 折合約5.7億台幣 如今更渴望藉由粉絲力量 推高公資股價 BTS的Fandom ARMY們 上場以後 進入過程度 價值得相當上映 大成功 很多根本沒買過股票的年輕粉絲 紛紛上網打聽股票要怎麼買 許多BTS粉絲已經計畫 選在成員的生日或其他紀念日 購買Big Hit股票 當作周邊產品收藏 設置期望日後能在股東會上 以股東身份出席和偶像見面 台灣粉絲想跨過投資偶像 也有門路 台灣的粉絲如果要購買他們這個股票 第一個是沒有辦法直接參加 韓國的韓股的一個IPO 但是它在可以掛牌之後 持雙證件開立不委託帳戶之後 就可以進行買賣 Big Hit每股約台幣 兩千六到三千三百多塊的價格 發行約713萬張新股 次數兩成給一般投資人 武漢六號為期兩天 預先開放散戶認購 募集的認購保證金 達到8.2億美元 超額認購607倍 創下南韓IPO史上第二大量 年輕十五歲老奶奶 也有興趣投資 南韓媒體報導 一名三十五歲的散戶 甚至向當地銀行貸款四千萬韓元 以月1.5兆韓元的保證金 參與認購Big Hit股票 不惜借錢也要申購 就是看準BTS的獲利潛力 BTS的收益主要依靠防彈少年團 2019年占公司總營收高達97.4% 2020上半年疫情籠罩 占比下降仍有87.7% 南韓分析師認為 Big Hit此時IPO上市是最佳時機 但未來幾年 BTS成員將陸續入伍當兵 對公司獲利是一大考驗 今年南韓IPO市場格外火熱 已經有45家企業上市 除了Big Hit娛樂 SK生物制藥以及Cakao Games 都引起投資人瘋搶新股抽籤 還沒報導 從今年1月份到10月初為止 投資人為IPO申購 而存入賬戶的資金 達到1340億美元 是去年全年金額的1.5倍 社會和外國投資人 趕快把疫情投資進入 COVID-19的危機 但有些人在國內 找到瘋狂瘋 他們會稱呼籲 或Kami in Korean 為他們的活動風格 南韓散戶向來以熱衷短炒 追捧高風險產品著稱 俠神螞蟻雄兵之資 活躍於證券交易所 分析認為投資者的IPO申購熱情 主要源自於抽獄的市場流動性 以及低利率 隨著南韓寬鬆貨幣政策持續 炒股成為全民運動 這一股熱情渴望延續到明年 股票投資有賺有賠 粉絲出錢力挺偶像 成為疫情下的另類奇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 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投票 歡迎您鎖定TVBS Focus 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每選投票 當天中午12點到凌晨0點 一路陪您看開票 我们下次再会